美股财报季喜优参半 美股国债殖利率飙升 加剧了市场对于经济衰退的担忧 并且抵消了企业财报带来的利多 让股市难以延续过去两天的反弹涨势 美股四大指数多半下跌 道琼指数下跌99.99点 收30423.81点 纳斯达克下挫91.89点 收10680.51点 标普500下跌24.82点 收3695.16点 非半指数小涨16.79点 收2237.74点 欧洲股市方面 英国九月的通膨率回到了两位数 再次占上40年新高 另外欧洲企业财报各有优劣 也削弱了投资人信心 欧洲三大股市全数收跌 英国股市下挫11.75点 收6924.99点 德国股市下跌24.20点 收12741.41点 法国股市下挫26.28点 收6040.72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欧美股动态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相当的观察 4.40点 1.40点 3.40点 櫃铛 爪 1.40点 1.40点 斧 1.40点 7.9点